她曾是个十里八岁的绝色美人 身材苗条细皮念肉 酥白如雪 风姿秀矣 有着姑娘之天然的妩媚 有少妇般的体态丰满 她有一个天然会挣钱的丈夫 汽车她家是第一个拥有的 二层楼她家是第一个先盖的 论妇她家流油 论日子舒坦 她家带村里是领先的 何况又有一女两儿 聪明伶俐 她是应该知足了的 家里她说了算 丈夫对她是恩爱有加 她擦脂抹粉风流轻调 丈夫总是视而不见 奇怪的是 丈夫突然就神秘失踪 参难耐寂寞 又投见了小她十三岁的情人的怀抱 结婚生子 故事应该从这里开始 1991年3月 伊川县压岭乡 寒蛙村农民田人娃 一夜之间似乎在地球上消失 父母兄弟私处寻找 生不见人死不见尸 一家人找遍了城里乡间的勾勾卡尔塔 但总是不见田人娃的任何消息 难道田人娃果真上天入地了吗 家人十分的交集 然而五年后 明察秋毫段案如神的观干警 顺献追踪 发现了迷样的真相 不禁令人唏嘘而谈 时间 1996年7月2日上午 地点 遇袭丘陵山区的伊川压陵乡压陵村西 150米处的一块半米深的黄豆地里 这块半米大的坡地 除了耕种的农民外 几乎是没有人来过 然而6月25日以来 这块平级的土地 却成为了附近群众 全县人民关注的焦点 每天都会有成千上万的好奇者 涌到这里 这一天天气晴朗 万里无云 气温高达38度 似火的骄阳 无情的炙烤的大地 高高的打井机架轰轰作响 十几名观弹井 和上百名的当地农民 在挖出的泥浆沙石中 仔细地翻寻着什么东西 他们用细筛子一遍遍地过滤 顾不上擦一把脸上的汗水 数千名群众 围带打井机架的四周翘首棋盘 几十名群众自发的来来往往 给公安干警和打井工人 送来了饮料 开水 桃子 上午9点30分许 人群中出现了一阵骚动 在随后的几分钟里 从24里深的井下 陆续打捞出了一块人的颅骨 一块下额骨 一块腿骨 还有一条完整的裤腿 至此 压岭乡寒马村 农民田人娃被杀后无人报案 隐匿五年之久的杀人 隐暗 通过公安干警二十余天的 侦破挖掘工作 终于胜利告破 现场群众看着被挖出的尸骨 无不潸然泪下 受害人家属更是哭得昏天黑地的 痛不欲生 中午 十二时三十分 洛阳市委常委 市政法委书记宋周寿 市官局局长杨婷柱 副局长高姓 文迅 分别从松县 宜阳县的严打第一县赶到这里 一川县委副书记张贵宗 政法委书记梁光照 也先期到达 宋周寿 被现场指挥打捞工作的 一川县官局局长赵洪宪 政委张力 副局长董三虎说 宏栋玉席的张群香 勾结奸夫田智利 杀害本夫田仁娃 并抛尸井中岩 到今天 正式告破了 这个案件的成功侦破 是你们一川县官局 严打第二仗以来 瓦掘深层次犯罪的 又一次大胜利 我代表市委施政法委 向你们表示祝贺 代表人民群众 感谢你们了 时间回溯到六月初 一则老师强奸女生的传闻 引起官弹警的高度关注 然而追查结果 却令人瞠目 案犯竟是受害幼女的继父 六月初 压岭派出所 在深入走访群众中 听到了一条传闻 辖区寒挖村 十岁幼女田晓莲 去年曾被其老师强奸 后来该女被监后阴道发言 其母张群湘曾带她到县医院看过病 虽然这只是群众的传闻 但排出所干警 凭着高度的事业心和责任感 立即从外围 开展了深入细致的调查 但县医院的妇产科 一名医生 诡议起了去年秋季 看过的一名特殊的病人 一名自称压里乡寒马村的妇女 带着一个被人监污 而致阴道发炎流浓的九岁女孩 前来就诊 这个医生当时十分的愤慨 骂道 操在这么小的孩子 真那么是畜生 深入调查后得知 这名女孩就是田小莲 义愤填膺的干警马不停蹄 于6月10立即秘密接触田小莲 面对干警们的询问 瘦小单薄 纯洁无邪的田小莲 面露恐惧之色 迟迟不敢吐入真情 几个小时过去了 在干警耐心的开导下 田小莲终于说出 去年秋季的一天 她在地里干活时 被继父田智莉 强行按在了红薯地里强奸 事后用塑料编织物清理污物 引起了化农发炎 事后曾对母亲张全香说过 但张带她去医院看病的路上 却不准女儿对外人乱说 事不宜迟 干警果断出击 当天就将在睡弄中的田智莉 抓获归案 通过三年的突舍 田智莉供述了强奸妓女的犯罪事实 女儿被奸 身无百般的遮掩 21岁的男青年和34岁 已是三个孩子母亲的女人结合 前夫失踪打五年之久 疑点重重 赵洪宪局长强烈地意识到 此案绝非是那么简单 背后必有重大隐情 6月13日上午 压令排除所干警 早局里办理对田智莉的拘留手续 局长赵洪宪认真听起来案件的慧望 当他得知张群香是在丈夫失踪五年之后 与田智莉结合在一起时 凭多年的行政工作经验 他敏感地意识到 该案不会如此的简单 这起奸污幼女案 一定有着复杂的背景 他仔细地询问了判经过后 认为该案尚有三个疑点 首先张群香明知亲生女儿 被田智莉强奸 却一直为其隐瞒 有备于人情常理 案发后询问张群香是 张仍然是百般地为其遮掩 是什么原因驱使张群香 致母女亲情于不顾 包庇田智莉 除非两人之间 有超过母女亲情关系的关系 其次 田智莉现年24岁 张群香现年37岁 两人相差了13岁 年龄悬殊如此之大 假如深情相爱走到一起 田智莉断不会欺负亲生般的妓女 二人结婚时 张已是三个孩子到母亲 一个年轻力壮的小伙子 做出了这样的选择 在农村是十分罕见的 两人结合的背后 也许有着特殊的背景 其三 张群香本夫田仁娃 诗东至今五年有余 生不见人死不见尸 作为张群香 为何毫无动容 其中必有隐情 田仁娃的神秘失踪 应该画一个大大的问号 分据以上分析 赵局长判断田仁娃的失踪 很可能是维系张群香田智莉 两人婚姻利害关系的交叉点 田仁娃极有可能不是失踪 而是被害 高度的政治责任感 使赵局长下定决心 一定要组织精兵 把这个既无报案证据 长达五年之久的遗案 查在个水落石出 一个由刑侦队压令派出所 严打办公室 十余名干警组成的专组成立了 赵洪宪局长亲任组长 张立正伟 董三虎副局长 任副组长 在案强分析会上 赵洪宪局长再强调 要把此案的侦破工作 上升到讲政治的高度来认识 要以对国家负责 对人民负责的态度来办 一定要把这个九旋五年之久的遗团解开 这个遗团若能解开 不仅能给受害者家属和当地的群众 有一个交代 更主要的是 在社会上无形中 提高了党和政府 在人民群众中的威信 各方面汇总来的线索 粗步证明他们的判断 干警一直住高线的心情 认真地研究下一步的侦破工作 6月13日夜 遗传官局会议室的灯彻夜未夕 专组在反复的研究后 制定了周密的侦破方案 一 立即以包庇罪 纯训张群香 力争在他的身上找到突破口 二 深入群众认真调查了解 田智利的为人处事情况 三 同时认真调查了解 田人娃失踪前后的全部情况 6月14日凌晨 侦破工作按照既定的方案展开 然而 前去居传张群香的干警 扑了一个空 张群香带田智利被拘留后 既携带的一岁多的幼子不知去向 干警们找回来他所有的亲戚家 均不见其踪摇 通过深入走访群众和突审田智利 发现张田二人 以前曾在洛阳郊区西夏池子村租房做过商议 策安族立即奔赴了西夏池子 用每一天的时间 终于查到了二人所租的房屋 但扔不见张群香的影子 干警们抱着一线希望 忍着天气炎热的折磨及蚊虫叮鸟 蹲点守候 72小时过去了 16日上午 张群香终于露面了 蹲点守候的干警将其擒货 并带回了一川 对田智利的外围调查 也获得了有价值的线索 群众纷纷反映 田智利家境比较贫寒 但她从没有考虑依靠劳动来发家致富 而是不务正业好于务劳 整日东游西逛 偷金窝狗 欺压良善调戏妇妇女 本村的大部分人怀疑 田智利张群香早就不清不白了 也有人怀疑 是二人合谋杀害了田人娃 只是没有真听实据 大家不敢说出来罢了 对田人娃失踪一事的调查 更是获取了许多令人振奋的线索 1991年的春天 田人娃的父亲天摊 田人娃和几个姐妹轮流照看着 据田人娃的姐姐反映 有一天晚上 她去叫田人娃 商量伺候父亲的事 但张群香拒不开门 推说田人娃到县城办事未归 此后就再也没有见到过田人娃 田人娃失踪后 全家都焦虑万分 找遍村子附近所有的勾勾坎坎 都不见其忠有 在压令香一个水库中 寻找田人娃的一个姐夫 因失足掉入水库中被淹死了 这对全家人的打击 无异于是雪上加霜了 然而这时 张群香突然收到了一封 自称发自广东韶官的信 信中称田人娃 与人到广州做生意 途中包到了抢劫 下落不明 同时将田人娃的身份证击回 收到这封信后 一向对寻找田人娃 趁冷淡态度的张群香 表现出了异常的热情 积极的筹款 让田的兄弟到广东寻找 但因路途太远 经济力量达不到 而未能成行 几个月后 田人娃的家人舰找人无望 想报案 又没有任何的证据 渐渐地感到了彻底的失望 此时就慢慢地风平浪静 专案组了解这些情况后 很快就找到了这封信 发现该信 自称发自广东韶官 实际游戳上 却是来自河南洛阳 他们连夜对信进行了文检 结果表明 既不是张群香 也不是田之丽的笔迹 但是专案组分析研究后认为 虽然该信不是张田所写 但不能排除故人写信的可能 另外 这封信的目的显然是想把田人娃一家人找人的注意力引向别处 写信人极有可能就是杀害田人娃的凶手 以上种种的情况表明 田人娃不是失踪 而是被杀害的可能性越来越大 于是专案组果断地决定 把突破稿放在张群香的身上 进一步坚定信心 加大挣扎力动 专案组在突审张群香的同时 对其本人开展了大量的外围调查取证工作 审讯张群香的干警 在经过三个昼夜之后 没有任何的进展 焦虑充溢在参战干警的心中 赵洪宪局长也在反复地思考 难道是判断有误 随着调查工作的深入 参战干警更加坚定了信心 群众纷纷反映 张群香天生就是一个不安分的女人 作为一个农村妇女 成天浓光艳魔 打扮妖眼 她12岁时便与人发生了蓝女关系 14岁欲偷越国境 被发现后遣送回家 田人娃失踪后 张群香不是积极地寻找 而是多次找公共婆婆打闹 说你们的孩子真没良心 一个人跑到广东去 留下我们不管了 1993年 她申请法院宣布田人娃失踪 并要求与失踪的丈夫离婚 之后不久就与田志丽结了婚 田志丽兼营她的亲生女儿 张群香知道后也曾十分地恼怒 把田志丽扇了两个耳光 两人吵骂了一夜 但事后不久就不再提起此事了 田志丽被拘留后 张群香将其女儿痛打了一顿 并用手将女儿掐得昏死了过去 口里还狠狠地骂道 你可把我们俩子给坑苦了 在派出所调查时 她凭着伶牙利齿百般狡辩 拒不指人田志丽兼营亲女儿之事 之后又携幼子外逃 综上分析表明 张群香、田志丽、谋杀田人娃的疑点迅速上升 为对付张群香怀抱幼子 借孩子哭闹吃奶 抗拒审讯的伎俩 赵洪宪局长决定 由公安局出钱 把孩子送到幼儿人全托 集中精力突审张群香 董三虎副局长 情侦队指导员王双典亲自出面 到县城一家四人开的幼儿园 将张群香与田志丽的幼子送去全托 审讯中 公安人员先针对张群香 因谋杀亲夫心存愧疚 对田志丽兼饮女儿 十分愤愤地矛盾心理 加大了审讯力度 张群香的儿子被送走后 精神状态显得极不平稳 对提出来的问题 回答得漏洞百出 不能自圆其说 6月24日凌晨四时雪 在强大的审讯攻势和政策的压力下 张群香的精神防线彻底崩溃 他在嚎啕打哭一场后 终于供认火丛田志丽杀害田人娃的犯罪事实 与此同时 对田志丽的突审工作 也取得了突破线的进展 田志丽对犯罪事实供认不讳 二人的供述完全一致 原来 张群香出生在农村干部家庭 从小就养成了天不怕地不怕的性格 还在他上小学时 他的美貌就得全校都出了名 又加上家境富裕 衣着十分光鲜 美女佩罗裙更显得楚楚动人亭亭玉立 过早地发育成了少女的模样 也就在那一年的冬天 一个大雪纷飞的日子 他被人给奸污了 他当时既不哭闹又不悔恨 而是穿好了衣服就回家了 之后 他曾多次与人发生过两性关系 学校毕业后 已经成为大姑娘的张群香 更是风流异常 在乡里颇有艳名 这些婚前的田人娃也早有耳闻 但他贪恋张群香的美貌 还是与他结了婚 婚后 为了使娇美的妻子生活得更好 颇有眼光的田人娃 在村里第一个买了辆东风车 跑起了运输 几年下来 家里也颇有积蓄 按说该还吐气了吧 但爱惜心切的田人娃 想为张群香挣更多的钱 让她生活得更加舒服 而张群香 却丝毫也感觉不到丈夫的这份神情 反而感到丈夫不关心自己 不爱护自己 寂寞然耐 对丈夫是颇有微词 在家呢是傻活不干 整日的打扮得娇滴滴的 与村里的那些不安分的男人 时常是打情骂俏 卖弄风流 而这时18岁的田智利 整日的游手好闲 无所事事 一日 他看到整天搞运输的田人娃 是忙前跑后 就打算跟田人娃 学开车跑运输 帮他打个下手 心地善良的田人娃 出于同室同乡 且田立志连的媳妇也没有取上 十分地同情他 也就同意了 于是田智利 就名正言顺地 当起了田人娃的助手 但田智利 在为田人娃当助手前 就对长相出众 美艳动人的张群香 怦然心动了 当然 同村建林 他对她的放荡风流 也是颇有了解的 当进入张群香家 开始吃饭之后 和张群香的接触已多 田智利就把握不住自己了 按说他拜田人娃为师 学开车 张群香就是他的师娘 即使不爱师徒相承 仅从同村乡亲 年龄差异上 他也不该有其他的非分之想 但天性流氓的田智利 早就把同村同姓的师娘张群香 灿成了一只可以任期开斋的 熟嫩鲜美的赎鹅 他想要叼上一口 有了这个念头以后 他有事没事地 在张群香面前胡吹乱喷 一双色眼紧紧地盯着张群香 不离左右 还时不时地 在张群香那丰满的胸头上 摸上一把 或在他的粉面上 投亲一口 头里还不时地说着 十分下流 调戏张群香的乡村笑话 张群香四娇四撑 故作声张的吵骂声中 和轻贱的打拽之下 他似乎得到了满足 时间一长 张群香一见到田智利 那白嫩的脸上 就不由地飞起了两片红月 为了和田智利 偷控打绕嬉戏 他多次找借口 把他留在了身边 二人的目光 也由无邪到愣正起来 在田智利的眼中 张群香是那般的性感成熟 俨然是个美人 在张群香的眼中 田智利就是那样 充满了朝气 浑身洋溢着 阳刚之气的亲喷美 这时 他们依然是打闹取笑 只是打着打着 便有了恋恋不舍 相见恨晚的半推半救之台 一天也没多少事 汽车坏了 田人娃要去若阳买铃驾 十指阴语连绵 田智利带田人娃家吃过饭 见孩子先后上学 家里只有张群香一人 他望着张群香 丰满的动体 苗条的身段 白嫩迷人的脸庞 七发如铺的披带肩后 他借故打闹中说 要为张群香 逮一对兔子 张群香莫名其妙地说 一打嫩仍奈 我家就没胃兔 你连兔毛都逮不着的 田智利皎洁地笑笑 我而能凭空给你逮一对大白兔了 你就当我媳妇 让我那个那个 中不装嫂的 张群香浪台迷人地笑骂的 头里说 谁是你嫂子 你想死啊 我都能当你娘了 你胡推个啥来 拍说 你从哪儿逮啊 把戏隔张纸 你得把眼睛闭上 我给你逮 田智利不怀好意地 嬉嬉笑着 来到了他的跟前 伸手就抓摸住了他的手 张群香没有把手抽回来 而是疑惑地撇了他一眼后 乖乖地就把眼睛给闭上了 田智利望着白嫩迷烟的张群香 呼得就抱到了他 张群香阿迪一声就软了 然后他把手伸进了张群香的上衣巾时 张群香才明白 他说的大白兔子 原来就是自己的乳房 他的脸煞湿就红了 此刻 他欲叫喊 却张口不得 他那滚烫的嘴唇已经贴了上来 此时他想要再挣扎 田智利早就把他紧紧地抱在了怀里 动弹不得 他只能望着才18岁的田智利 抱着他亲嘴抚摸百万的调喜 他并没恼怒 反而是又惊又喜 也就愈推愈进的 任他解开了他的裤子 露出了雪白的身子 与他有了第一次的 宫外省关系 人常说 男女这事就像是篱笆门 篱笆扎得牢了 野狗钻不见来 但此门一开 二人就再也管受不了自己了 于是凡是家里没脸时 二人便够合在一起 有时张群香故意支抖孩子 与他明哭暗盖 后来 为了方便二人够合关系 张群香又提议 让田智利住到自己家中来 这以后 二人的关险来往就更加的频繁了 虽然田智利他18岁 但他与他有了这事以后 他也确实被张群香的美貌和风骚所迷住了 而张群香 自与年轻小伙有了这层关系后 几乎发现他的心里 只有田智利一个人 有一段时间 田人娃父亲瘫痪 需要人伺候 出不成车 家里只有田智利和张群香 二人瞧准了这个空档 就如干柴烈火一般 日夜银戏从不间断 形同恋人 做同夫妻 倒也好不快活 一九九一年 农历三月二十九日夜 天气晴朗 星月当空 也是该当有事 田人娃出了门 又从冬院父亲处回家取东西 但他怎么敲门也敲不开了 当地农村有个规矩 男人不在家 一般大门不上 况且田人娃是去伺候父亲的 门就更不应该关上了 而此时 门上的铁简 怎么也弄不开 田人娃急得臀臀转 却无计可施 原来田智莉这按住张群香 在云与风流 任田人娃怎么叫 田智莉就是不松开身下的张群香 待田人娃强行拨开门 走到院里时 就听见田智莉住的厢房里 传出妻子那咯咯的浪笑声 待她推门一看 二人正赤身裸体地滚在一起 她一下子就懵了 待她冷静之后 她气愤地问道 智莉 我对你难好啊 你咋弄这事 你对得起人不 田智莉刚才的快活风流 早就丢到爪哇国去了 直吓得跪在地上连连求饶 张群香也羞得是满脸账的通红 孽如地说 人娃 你看在我和孩子的面子上 能绕暗一回不 暗以后改了 还不行吗 田人娃是坚决不同意 非要求离婚不可 并一怒直下 将张群香痛打了一顿 非说还要告了此事才肯罢休 二人左求右求 直到第二天上午 二人见田人娃态度依然坚决 感到事情不能掩盖 随起了杀人之意 实际上 田人娃并没有告他们之意 不过是想吓吓他们 以后不敢就是了 但霸王公拉得太硬 难免有蛇呀 中午时分 趁田人娃外出满烟之际 二人密谋 要想掩盖奸情 就必须杀害田人娃 田人娃返回后 二人趁其不备 从背后用杀金 将田人娃勒倒在地 田智利双手拉紧杀金 张群香上前用手无嘴 将田人娃勒死后 二人将其尸体 藏匿于西乡房的红薯窖内 于次日十二时许 二人将尸体 从红薯窖中运出 然后用架子车 将尸体 拉到压岭村西的路边 扔进了一口 早已废弃的机井中 三个月后 二人见其家人 到处寻找田人娃 唯恐他们找到尸体 随共同伪造了一封谎称田人娃 与他人一同到广中做生意 遭劫持失踪的信 由田智利到洛阳 故人抄写后 发到田人娃甲 张群香田智利 分别供人犯这事实的当天下午 赵洪县局长 董三虎副局长 率专组干警分两次 将田章二人压接到抛尸地点 辨认机井位置 由于机井早已填平 到处都是庄剑 田智利在玉米地底徘徊了许久 终于指出了准确的位置 而张群香一到这块地 马上就指认出了抛尸的机井位置 二人指认的地点是完全一致的 另据当地群众说 这眼急井 1998年打到了127米时 扔不见望上的水源 打井队就给放弃了 此后填进了不少的东西 估计1991年 两名罪犯抛尸时 仅身在40米至50米之间 想要此案半道敌 就必须挖出田人娃的尸体 赵洪宪、董三虎等人 招来了压岭寒挖两村的村干部 商议此事 村葬都表示 我们一定无条件地支持 25日早上7点钟 当压岭寒挖两村群坐 听说了挖井起尸时 早早地带着打井工具来到了现场 田人娃家人组织的挖井队伍 看到这种情景 弹动的是热泪盈眶 两天的时间里 在关干井的指挥下 他们分成了几个小组 轮流上阵 人可以停歇 砸井的进度 去一刻也没有停 晚上拉上赵明的电灯室接着打 27日晚 灯挖到20多米深时 意外的情况发生了 井壁开始渗水 由于当地是红土地质 一经渗水 就开始出现严重塌方的现象 但群众还是坚持着往深处打 后来塌方越来越严重 不停地有大块的泥土 从四周掉进井底 凌晨两点钟 赶到现场的赵洪宪局长张力政伟健壮 马上制止了继续挖掘 他们说 安全第一 绝不仍因为挖一个人 再砸死或者伤了另外一个人 就在井下挖土的人 上到地面五分钟后 最严重的一次塌方发生了 一声巨响 从井壁上下去的泥土 砸断了留在下面的电线机通风皮管 在场的干井机群众 不由地倒吸了一口凉气 好险哪 人工挖掘被迫停止了 赵洪宪张力等局领导 当场研究 认为下一步 只有迫不得已 动用机械方法挖掘了 他们知道 机械挖掘估计很难抹出完整的尸骨 而挖不出完整的尸骨 对下一步的取证工作 也会产生一定的不良影响 特别是受害人家属 也希望见到亲人完整的尸骨啊 怎么办 赵局长和张正伟紧锁眉头 委决不下 这时受害人的家属表态了 官局领导同志 尽管放心大胆地挖 挖不出完整的尸骨 能挖出几块算几块 只要试人挖的骨头 我们家能认出 赵局长刚机立断 决定向县水利局求援 雇打警队进行挖掘 第二天上午 他们和水利局取得了联系 水利局长胡连生 闻听案件情况 表示大力支持 并立即将正在别处施工的打警队 遭到了现场 县领导听说后 提示水利局免去一切的费用 机械打警 离不开水和电 水的问题 赵局长提示消防中队的一辆消防车 从县城送水 这辆车往返了11趟 终于备购了打警府需用的水 现场前部招村后部挨电 电的问题无法解决 关键时刻 他们想到了人民子弟兵 立刻向三个驻军求援 在工程兵部队 团长萧秋生 一姐安排人员 将部队唯一的备用电机于28日下午拉到了现场 当场调试后 因发动机的功率不够 而使挖掘工作再次搁浅 在此情况下 董三虎副局长又赶到了洛阳 与洛阳驻军联系后 得知他们虽然有大功率的发电机 但因自重太大 无法搬远 挖掘工作 到了进退围谷的境地 赵洪宪局长是心急如焚 6月30日晚上 赵洪宪局长 董三虎副局长等 再次来到了打警工地 看着黑黑的井口 似乎田人娃正在向他们哀求 一定要为我深怨呀 尽管张群香田智利 一致供述了杀人经过 也一致辨认了抛尸地点 但是赵洪宪深深地明白 挖不出田人娃的尸骨 此案就撑不上完结 于是他暗暗地下决心 哪怕面对千虫的困难 也一定要将此案 弄得水落石出 以如山的铁证 将杀人凶手送上法庭 接受他们应得的审判 人工挖掘被迫搁浅 机械打警 又找不到相应功率的电机 下一步 只有从最近的400米外 接通电源了 可是算来算去 仅买电缆一项 就需要近两万元 向县第二电厂球员 赵洪宪 董三虎经过反复的商量 终于提到了 正在建设中的 一川县第二电厂 在打警工地 他们用移动电话 与身家二电厂总经理的 县委副书记 戴松林联系 汇报了此事 戴松林二话没说 让他们自选一天上午7点钟 到二电厂拉电缆 第二天上午7点多钟 二电厂无偿地拿出了 1500米的地埋线 运抵了现场 中午时分 电线加通 砸井机终于运转起来 7月2日上午九时许 打警队终于从井下 挖出了第一块骨头 于是便出现了 本案开头的萤雾 在中国老百姓 朴素的意识中 下跪是一种大理 上跪天地 下跪父母 在公安干警 侦破田人娃被杀案 及挖掘尸骨的 十几个日日夜夜里 善良而淳朴的 田人娃的家人 不知怎么表达 对公安干警的感激之情了 只有一次次的下跪 赵洪宪局长 一次次扶起下跪的群众 不要叫我赵青天 共产党才是 咱们老百姓 真正的青天 7月2日 挖出田人娃的尸骨之后 放声痛哭的这一家人 更是见到 视线领导就下跪 他们哭喊着 感谢公安机关 为他们找到了 杀害亲人的凶手 找回了他们亲人的尸骨 哭喊的要求 千刀万剐 这两个丧尽天良的凶手 7月3日上午 洛阳市政法委副书记 王家珍 率市中级人民法庭 市检察院 市官局一行人 赶到一川听取回报 没多久 这对杀人凶手 就得到了应有的惩罚 就地被双双处决了 当采访中 笔者和半中队长曹光超 见到田人娃的父亲 和受害人田小莲时 望着虽然瘫痪 但精神尚好的老人 坐在院中的太阳底下 望着蓝天白云的天空 和院中街上的鸡鸣狗叫 一脸的漠然神伤时 望着已经半人高 出落得十分漂亮 质朴腼腆的田小莲 得知虽然是经济十分困难 但学习十分努力时 我似乎看到了 西瑞田人娃在时 这个家的红红火火的情景 探到了那时的老人 在儿子的照料下 何其的幸福 那时的田小莲 在父亲的庇护下 何等的天真浪漫 应该是多么幸福快乐的一家人了 可惜都去了 望着空落落 颇显冷清的远落 贪急的老人 和正在求学的少女 面对的生活 竟是何等的坎坷和艰辛 每个人在拥有金钱 爱情 家庭工作的同时 应该首先拥有一点道德和善良 即使贫穷 只要和美平安 那才是人间的根本 那才是金子 第二个案件 2003年6月30日 晚上7点多 田津市北城区的新河村外 一条僻静的乡村公路上 突然人影绰绰地走来了一群人 为首者 正是该村的党支部书记老何 就在十几分钟前 新河村村委会 正准备召集党员开会 老何听几位委员议问 说是听村里溜弯的百姓说 村外水渠里好像飘着一具尸体 书记追问 是不是看眼花了 对方回答说不准 我是听他们下议论的 人命关天 老何当场宣布展示修会 与会人员立即随他到现场探个究竟 水渠终于朦胧地呈现在了人们的视线中 借着手电筒的光线 几个人用树枝 用力地扒开腐烂的杂草 老何与在场人员几乎都胆战心惊地 确信了村里人的议论 因为在散乱的浮草下面 显入出了一具残缺不全的尸体 几分钟后 这个被证实的消息 已经通过110上报至天津事务官局北辰分局 接报后 分局局长行为 主管刑侦的副局长聂满水 当即指示刑警 及双街派出所派员迅速赶往现场 副职队长许成立 立即调结了刑侦及技术人员迅速赶到现场 随后市刑侦局有关人员也驱车赶到 现场位于北辰区双街村某村村外 靠近津津公路东面一条废弃的水渠里 经法医初步鉴定 该尸体为女性 身高1米6左右 延龄在25至30岁之间 身体呈高度的腐败 曾被人焚烧过 双臂已经被人砍去 面部已被钝器毁坏 身体大部分软组织被人用刀割去 从现场的情况上分析 可以断定 此处不是杀人现场 而是杀人后抛尸遇子 从现场地理位置判断 水渠位于津津公路的东面 距离村子较圆 如果假设凶手专门来此抛尸 那么很可能 是由市区方向朝北而来的 现场提供给刑侦人员的 除去现场这些直观的东西之外 基本就没有其他可参讨的线索了 通过当地派售所及办案人员 连续几天对北辰区及抛尸地 周围村子的细致排查 发现近一段时间 周边地区没有与其相符的湿东人员 基本上排除了死者生前 居住于北辰区的可能性 那么凶手为何将尸体 抛在这个偏僻的郊外市区里呢 杀人第一现场 难道在北辰区的某个地方吗 亦或杀人凶手 与北辰有一定的内在关系 确定死者生前的身份 是破译这个谜谈的关键所在 专足立即重点转向室内各区 并迅速向室内各区发出协查通报 查找近期内与死者条件相符的失踪与性 就在此时 现场勘察的技术人员有了重大的发现 从尸体的口腔内 技术人员意外地发现 死者右上尺的磨牙是后降上去的 经过技术检验 发现这颗假牙是烤瓷与金属合成的 其左下尺的三颗假牙也为烤瓷制成 带着这一重大发现 侦察员分头走访了室内几家 颇有名其的口腔医院 牙科专家的最后定论是 第一 死者口腔内所降的四颗假牙 每颗均在六百人左右 总费用应该在三千多元 第二 从死者牙齿的健康状况上看 死者生前有可能经常定期到牙科医院 找牙医做牙齿护理和口腔保健 第三 从那颗金属与烤瓷合成的牙齿上分析 能降这种牙的医生 必须具备一定的技术水准和设备 一般马路上的地摊无罩牙医 是很难达到这种专业技术的 如果能够查访到祥牙的医生 肯定能够回忆起死者生前一些情况 因为牙医对这种高消费的患者印象是很深的 这一结论说明 死者生前的生活状况良好 经济收入起码因达到了白领阶层 绝非是一般工薪阶层或打工一足 在这一线索 专独立即撒开人马 在天津市内的十几家牙科医院 开始走访调查 但是几天过去了 调查工作基本是没有进展 查访牙医的工作正在紧张进行时 一条祖师人口的信息引起了他们的注意 据天津市河西分局的报案记载 2003年6月20日 家住河西区某小区居民陈某的报案 称其妻子刘林于6月18日突然失踪 失踪时 开了一辆白色的夏立车 请求警方给予帮助查找 另外 南开区某党校附近的某小区内 发现了一辆无主的白色夏立车 据周围的群众反映说 这辆车是几天前开来的 开车的是一男一女 蓝的大约在30岁左右 背着腰包 走路的样子很神秘 女的大概是20多岁 他们将车开进来后去下车走乱 以后一直未带路面 京和市交管局车管所核实牌照 证实车主正是失踪多日的刘林 刘林现年27岁 已婚 毕业于天津一所大学 生前系天津市某局人事处的干部 那么这具残缺的尸体 是不是失踪的刘林呢 侦察员很快找到了刘林的母亲 亲母证言证实了 刘林确实曾到牙科医院 详过几颗假牙 且是金属与考词合成的高级假牙 为了准确起见 他们专为死者与刘林的母亲 做了DNA鉴定 最后认定死者正是失踪多日的刘林 据刘林的丈夫陈某介绍 刘林失踪前 两人因感情不和正在闹离婚 而刘林本人正忙于办理出国移民的各种手续 情绪基本上还是稳定的 7月4日 一直由刑侦局及北城河西刑警组成的 618杀人转组成立了 经过对死者生前社会关系的广泛调查 警方没有发现死者生前曾与谁有过债务 或者是感情上的恩怨 只是刘林失踪前正忙于办理出国的一些事宜 曾找了不少同事和朋友借钱 基本上可以排出情杀的可能 刘林失踪当日中午 单位曾有人看见刘林开着他的下列车 从单位的院子里出来了 没发现什么反常的现象 但是 从18日晚上开始 刘林的手机就开始处于关机状态了 单位同时还反映 6月17日和18日 曾有一位说普通话的男人 先后三次给刘林的单位打过电话 当时刘林下肌腾去搞检查 恰好不在 听对方的语气似乎是得很文静之人 从现场尸体分析 雄手之所以杀人后 再残忍地将他尸体织解 甚至将死者的面部毁坏 说明死者生前与凶手很熟悉 其目的是想阻挠警方 确认死者的真实身份 以达到逃脱法律制裁 其中不排除 屠材害命的可能性 难道真有治安一个神秘的男子 游离于警方的视线之外吗 在人们的日常商货中 每个人的社会关系 如盘根错节 而社会交往复杂的刘林 更让人难以说清 就在案件侦破 处于僵尸阶段时 一条重要的线索 给案件的侦破 带来了新的转机 6月18日夜 二十许 北城区某村村民小妍 开着摩托车返家途中 在京津公路附近的 一条乡村公路上 发现了一辆汽车 静静地停在路旁的黑影里 由于没有开灯 害得小妍差一点这迎头撞上 幸亏她反应快 灵活地闪开了 但是惊恐中的小妍 看见车里有两个人 司机可以肯定是男的 旁边那人没有看清楚 平时喜欢玩车的小妍 一眼就认出 那是一辆吉利轿车 只是因为天黑 车子的颜色没有看准 估计是灰色 或者是浅黄色 根据小妍的现场指认 她与汽车相遇的地点 距抛尸现场 不过是十几年 甚至可以肯定 参与杀人抛尸的 为一男一女两个人 但难以解释的是 死者被丢弃的是 白色下力车 但现场出现的 却是一辆浅色的吉利车 这样看来 凶手与这辆神秘的吉利车 有着某种联系 在围绕死者生前 社会关系的调查中 纳入警方失险中的 几名男性 先后被排除了 最后 一个叫吕成的疑点 在悄然上升 28岁的吕成 与死者刘玲 曾是高中同学 她毕业于南开大学 本科学历 未婚 在天津某进出口公司 任业务员 根据警方调查 近一时期以来 吕刘二人交往频繁 特别是案发前后 吕成本人的活动 有许多可疑之处 首先 刘玲失东当天的下午 吕成本人 没有在单位上班 但是当警方询问 她当日的活动时 她说整天在单位上班 显然是的说谎 其次 案发前 她曾频繁地 与刘玲保持着通话联系 但是当警方 找她了解情况时 她却极力地回避 甚至是否认 吕成的女友宋燕 在北城开发区的 某公司任职 从单位坐落位置上看 京京公路是必经之地 吕成因接送女友 经常会往来 逝去与北城之间 所以对北城的地理位置 并不陌生 从未与警察打过交道的吕成 第一次面对刑警时 她还是显得颇有些成熟 甚至表现得很从容 似乎早已料到 警方会找到她的头上 所以她以一个旁观者的角度 极力为自己开脱 我与刘灵只是一般的朋友 平时只是电话联系而言 今年春天 她找我要借钱 我手里有钱 暂时不想借点她 所以一直找借口拖着 6月18日上午吧 她又来电话找我借钱 我下决心要回绝她 所以下午打电话时 想告诉她 可当我们通话时 我听到刘灵那边 突然有电话响 不知道是谁打点她的 她只是围了一声 就把我的电话给挂断了 其暗含之意 不言自明 给刘灵打电话的 除了她之外 还另外有一个神力人 可能与她通过电话 警方没有被她 设置的假象所迷惑 因为她提供的可疑之处 恰好证实了 她的内心空虚所在 这无疑让她的疑点 更为的提升 据了解 宇成本人在市中心 有一处空房 她自称借着了 单身朋友赵某居住 而案发当日 赵某并未回来 而是吕成 曾带了一个陌生的 年轻女子光顾于此 6月下旬的某日上午 吕成突然在房子里面 大搞卫生 用清水托布擦洗地板 弄得满楼道都是水 更让人奇怪的是 楼下邻居养的一只小狗 突然反常地跑上楼去 听命地驱闻地面上的水渍 在对吕成调查的同时 一个叫做王丽的年轻女子 也纳入了警方的视线之内 28岁的王丽 毕业于天津市一所知名大学 已婚 毕业后 在室内某个公司 负责外贸出口工作 她与吕成平时往来频繁 而她平时驾驶的 正是一辆金属黄的吉利牌轿车 经调查 正式了案发的当日 王丽曾开着吉利车 到吕成的家 综合分析 吕成与王丽 有重大杀人抛尸嫌疑 7月8日 据专案组的统一部署 两路人马同时行动 将嫌疑人吕成与王丽 分别在其工作的单位抓获 曾被警方传放过的吕成 虽然表面上依然是镇定自若 但却掩饰不住 她内心极度的恐惧 经过7个小时的正面交锋 在大量的证据和被拆穿的谎言面前 天亮时分 此案的谜底被彻底揭开 杀人者为吕成 而王丽则是帮助其运送抛尸的帮凶 1975年出生的吕成 生长环境应该说是优于其他同龄人的 从小在高职家庭长大的她 几乎没有经历过人生诸多的挫折 1994年 她考入南开大学 经济学系 事业与家庭几乎同时为她打造了 一帆丰盛的航船 参加工作后 她的经济收入和社会地位 也是同龄人中的佼佼者 生活的阳光 毫不吝啬地照耀着她刚刚启程的人生 吕成的父亲 是天津一家国营企业的老总 母亲是一所中学的高级教师 在这个生活环境优越的家庭里 吕成从小便接受了阳哥的家教 和正规的教育 父母同样对这个毒伤子赋予了极大的希望 从小学到高中 她始终是同龄人中的佼佼者 随着年龄的增长 吕成与父母的心理交流逐渐减少 整天忙于工作的父亲 几乎很少关心青春萌动的儿子 只有母亲会过问一些学校和同学之间的事情 于是与父母逐渐疏远的她 开始寻找另一种关怀 她学会了抽烟 开始与同年级的女生早恋 但是对于天资聪颖的她来说 这些干扰并未阻额她迈向大学的校园 1993年 她考取了天津的南开大学 俯工经济学 她与宋燕的恋爱是从不大学开始的 但是她与刘灵的交往 应该追寻到高中时代了 那时 他们是同年级的同学 刘灵人很聪明 活不好动 热衷于各种社会交往 高中时代 他们虽然有过多次的交往 但不过是男女同学间的一种正常的交往 几乎没有给对方留下什么心动啊 或者是感动的往事 高中毕业后 刘灵考取了天津一组大学 由于各自忙于学业 他们几乎是失去了联系 大二大年 吕成应邀去参加同学举办的家庭宴会 无意间和刘灵邂逅 虽然分别的时间不算长 但就有重逢 还是不免感动了一番 这次见面 让他们重新牵挤了联系的纽带 譬如让吕成 再买一些紧俏的货 或是在一些事情上 请他出一些主意 由于电话联系 过是偶然的聚会 逐渐加深了彼此间的信任感 虽然如此 但是他们之间的关系 并没有细码油浆 因为吕成与同窗女友宋艳 感情十分的深厚 所以刘灵对她来说 只是个一般的朋友 这样的日子 一直到吕成大三那年 一天 好久未见的刘灵 突然来到宿舍找她 说有一包贵重的东西 请她带为保存 吕成问是什么 刘灵说你不用问了 到时候你把东西还给我就行了 说吧 将一包装严密的塑料袋 交给了她 吕成对她神秘的行为始终不解 虽然她将这包东西藏在宿舍隐蔽的地方 但她心里总有一种恐惧感 她开始怀疑那包东西可能是毒品 如果真的是这样 万一官局找到的 她浑身是嘴 恐怕又无法说清楚了 据于一种自我保护的意识 半个月后的一天晚上 她将那包白色的粉末 通通地倒进了马桶 用水冲掉了 十几天后的一个晚上 刘灵突然来电话 说晚上来取东西 她只得谎称不慎给扔了 对方听罢后不然大怒 质问她 为什么私自毁掉别人的东西 吕成再三解释道歉 对方最后还是愤愤地原谅了她 此后 他们一度失去了联系 直到大学毕业彼此就业之后 一次偶然的同学聚会 才让他们恢复了关系 吕成业余时间喜欢上网踢足球 与朋友聊天聚会 虽然已经过了成家立业的年龄 身边有与她相恋多年的女友 但她仍然选择了一种无忧的生活 不想过早地进入婚姻的轨道 由于业务上的往来 她与另一家外贸公司 女业务员王力相识了 虽然是一种业务合作关系 但彼此间的信任度却非常的高 而最让吕成难受的 还是刘灵与她联系上后 她常会突然打来电话 言谈中隐约流露着 对她一主谅解和同情 并偶尔提起那包被她冲掉的白粉 这让吕成的心里 总有一种恐惧的阴影与之相伴 她曾想试图摆脱 但是一切努力都失败了 2003年4月的一天 刘灵突然给吕成打电话 说想找她借点钱 吕成本想推脱 但对方的口气开始强硬起来 张口提出要借死网款 吕成开始回绝了 但是对方马上就开始翻旧账 说那事如果抖出来 对谁都没有好处 她甚至以吕成和王力私下关系密切 等等对其进行要挟 吕成听罢 心里顿时就毛了 她不知道对方是通过何种渠道 对她的底细如此的了解 她想 如果女友知道了这一切 后果将不堪设想 但最让她心颤的 是当年那包神秘的白粉 万一官局调查 她就是浑身是嘴 也说不清楚 她脆弱的心理防线 此时正摇摇欲坠 经过一个多月的反复丝毫 她下定决心 要花钱摆平这件事情 于是口头答应她见面谈 当天上午 刘林开车到单位找她 吕成怕同事知道影响不好 就坐在她的车里谈 她的主要目的就是要借钱 吕成几乎是在一种 极不平衡的状态下答应了 第二天下午 吕成直走了借房的朋友 将她约到了市中心的哪间房子里 本想与她再好好地谈谈 压压价 可谁想对方毫不让步 很快就谈崩了 刘林当时气恼地转身要走 心虚的吕成又把她拉回来 说想再谈谈 可对方的要价就是不松口 脑怒中的吕成骂道 你他妈的还是人吗 说吧 一脚就踢在了她的肚子上 刘林的身子仰面摔倒 脑袋正好磕在了桌角上 脑袋被撞了一个洞 满脸躺血地倒在地上不动了 吕成守着刘林一直坐到了天黑 刘林也没有缓过来 吕成开始心慌了 当她发现刘林的鼻子 已经没有了气息时 她真的傻了 她绝想不到 最后是这样一个可怕的结局 她愣愣地抽了半盒烟 决定先把尸体处理掉再说 于是她从厨房找来刀 把尸体给肢解掉 然后分别装在了箱子和袋子里 她一个人根本无法将尸体转移走 情急中 她想到了最信任的王力 立刻就打电话喊来王力 王力进门后 她先将王力的眼睛蒙上 然后将她拉进屋里 把自己杀人的经过说了一遍 王力听得很紧张 但还是答应她帮忙将尸体处理掉 他们一直研究到了半夜 最后吕成决定 将尸体扔到远离市区的北城区附近 半夜时分 吕成二人开着车拉着尸体 直奔北城放下而去 路上他们买了汽油 两人开车在野外转了一会儿 最后在野地找到了一个水渠 二人正要动手 突然远方有魔头的灯光 吓得他们在车里躲了半天 焚烧了尸体 气湿水沟之后 他们迅速驾车逃离了现场 交尸体处理后 吕成和王力又找机会将流灵开来的白色夏立 扔到了南开区的一根楼群里 2004年2月的一天 记者在看守所 见到了被羁押的吕成 隔着封闭的栅栏 记者面前的吕成显得有些憔悴 他低着头 不停地吸了烟 从他的谈话思维逻辑上 不难感觉 他曾经接受过良好的教育 他说 在家里 父母从小对他的教育是极其严格的 即使是参加了工作 在家里他也不敢在父母的面前吸烟 所以在父母面前 他是个乖巧而孝顺的儿子 吕成的女友宋燕 是他的大学同学 两人从大学开始交往 一直到他走进看守所 从感情基础上 可谓是根基牢固 在吕成的眼里 宋燕的善良和清纯 似乎超越了所有的女孩 事发前 宋燕因病住院 吕成还多次日夜陪伴的病榻前服侍 如果没有这幕人性的悲剧 生活可能会正常进行 父母和女友 怎么会想到外表斯文的吕成 有一天会杀人碎尸 丈夫和同事 怎么会相信受落文件的王力 会成为一起续案的帮凶 谁都没想到 悲剧却如此地发生了 吕成 王力 还有被杀的刘灵 都曾是高等院校的一代学子 他们却在展翅飞翔 实现自我人生梦想的黄金岁月 折翼人生舞台 逝者已去 杀人者将受到法律的严惩 后来 王力因怀孕而被驱保候审 但根据办人员介绍 王与吕有不正常的关系 而刘灵和吕成是姓伙伴 但吕本人 实口否认 2017年10月31日 家住内蒙古自治区 敖汉齐南郊的一名村民 一大早就上山了 就像往常一样去捡柴火 让他惊讶的是 不远处的树林里 停着一辆黑色的汽车 虽然很奇怪 但村民也并没有在意 毕竟这里比较僻静 偶尔来一些有想法的人 也是可能的 估计没一会儿就会走了 当他收拾好柴火回到家时 发现车子根本就没动 还停在原地 而且车窗还半开着 这就有点太不正常了 没有人会在如此寒冷的天气里 在这么通风的地方待这么久 也不会把车停在这里 而不回来取的 发现问题后 村民选择了报警 可谁也没想到 这样一个无心之觉 竟然会牵扯出一条人命 当天 住在城里的王凤杰家人 也感到不减 他27岁的儿子王迪 一夜违归 这在以前是很少见的 要知道 家里除了关心自己的父母之外 还有年轻的妻子和两岁的孩子 过去 每天不管多晚 王迪都会回家里住 为了不打扰年幼的女儿 王迪都会选择 在次卧安静地睡觉 第二天早上总能看到他 虽然心中有怀疑 可王迪毕竟是成年人了 偶尔消失一夜 也没什么大不了的 更何况 前一天晚上 还跟两个朋友出去玩了呢 直到当天下午四点左右 王凤杰接到派出所的电话 对方问他 一季998的车是你家的吗 这下让王凤杰感到有些紧张 这辆车确实是他自己的 不过平时都是他儿子王迪在开 昨晚王迪就是开着这辆车出去的 得到肯定的答复后 警方立刻要求王凤杰联系自己的儿子王迪 感觉不妙的王凤杰自然不敢犹豫 马上拨出电话 可回应他的 却是对方已关机 这下子更让王凤杰坠坠不安了 而警方得知这个情况后 也告知他抓紧到公安局去一趟 在警察的带领下 王凤杰在南郊的一片小树林里 看到了自己的黑色轿车 但却到处都找不到儿子王迪 根据群众报警和警方调查 这辆车在凌晨五点之前停放在此 四扇车窗全都开了一把 车内车外没有损坏的迹象 基本上可以排除肇事逃逸的可能 车里很干净 没有打斗的痕迹 也没有任何血迹 车内应该没有发生过激烈的对抗 只是该车的后车牌被折弯遮住 前车牌被直接撕下来 放在了副驾驶座的下边 看来这辆车是要隐藏起来的 只不过还没有完成 在王凤杰的描述里 他的儿子王迪非常喜欢这辆车 更加离奇的是 在警方的后续调查中 发现车内外有很多擦拭的痕迹 而且明显是有人处理自己 曾经出现过的痕迹 种种迹象表明 王迪可能遭到了一些意外 但在没有其他证据的情况下 警方还无法得出这样的结论 所以只能暂时归为失踪 尽管是这样定性的 可警方并没有忽视这起案件 相反 高层一致认为 这个案件很可能涉及人命 必须按照大案的标准来解决 于是警方开始进一步调查 既然已经排除了交通事故 那么就要从最后一次联系王迪的人开始调查 根据王凤杰的描述 王迪前一天晚上和两个朋友出去喝酒了 警方找到了伯某和小刘 希望能从这两个与王迪最后一次接触的人那里 得到一些有用的消息 根据这两人的描述 那天的酒会是伯某组织的 目的就是给刚从外地回来的小刘接风洗尘 当晚三人在歌厅吃喝玩乐都很高兴 喝了一场酒没有人注意到王迪有什么异常的举动 饮酒一直持续到午夜 随后王迪开车送两人分别回家 此后就没有再联系 警方据此获得了王迪汽车的行驶轨迹 监控清晰的显示 三人离开歌厅后 小刘先开车前往他暂住的酒店 之后王迪接过方向盘 继续开车送伯某回家 他在伯某家门口停留了一分多钟后就离开来 随后王迪多次开车往返路口 然后消失在了进程的方向 根据监控视频显示 王迪的失踪确实是在送别朋友之后发生的 从车辆最后一次出现的2点16分 到被发现时的凌晨5点 似乎没有人知道具体的情况 然而 调查人员仍然有一些问题没有得到解答 在伯某家门口 由于监控距离较远 而且半夜是对着车灯拍摄的 所以很难依靠监控录像 判断伯某是否下车回到了架 虽然在视频中可以看到王迪独自驾驶 但无法确定后座上是否还有其他人员 由于没有更多的信息 这个问题只能暂时搁置 另一方面 警方对王迪的社会关系进行了深入搜查 发现他的人脉并不复杂 王迪很早就到父亲经营的工厂帮忙管理生意 整个人基本上都是和家庭联系在一起的 社会关系也和家庭有很多的交集 他家庭条件很好 父母每年给王迪大概5万元的零用钱 很少应酬的王迪经常把钱交给妻子 而自己只带少量的零用钱 透支的信用塔额度仅为300元 日常接触最多的也就是这几个朋友 似乎从来没有和任何人发生过什么问题 更不用说欠下大笔的债务了 所以这种可能性基本能够排除 正当詹查即将陷入僵局时 警方意外发现了一条重要线索 王迪曾经带着社会人士 要求酒店服务员删除该酒店的一条记录 原来王迪曾经与一名已婚的女子有染 而这种情况被对方的丈夫得知了 不久前 丈夫还用菜刀威胁过王迪 警方首先想到的 是丈夫会不会因为王迪生气而杀人 毕竟前不久 有人看到他拿着菜刀威胁过王迪 而且还把这些威胁的话 发过一条短信给王迪 丈夫的动机非常的明显和具体 这正是警方在寻找的 但经过一番调查 警方失望地发现 在同年10月30日晚上 丈夫根本没有作案时间 所以根本没有嫌疑 警方转而对王迪找的社会人士进行调查 希望能够找到案件的关键 据调查 王迪曾出资一万元 请社会上的这两个人 为他处理这份酒店的记录 但直到被丈夫发现后 这两人还没有处理完 于是王迪转头向这二人索要已经支付的一万元 但却始终没有得到两人的回应 从一万元的债务开始 警方对两人展开了调查 可最终的结果却是 两人根本没有作案的时间 案件再次陷入了被动状态 尽管王迪失踪已经一个月了 可警方仍然不肯放弃 于是办案人员重新调整思路 从头开始梳理案件中的所有可疑因素 希望能有所突破 侦察人员再次来到发现车辆的小树林 再次进行仔细的排查 整理出唯一的线索 终于 警方又有了新的发现 虽然车辆的每一个细节 汽车现场的每一寸土地 都经过侦察人员的多次仔细搜查 但最明显的问题 却始终没有受到重视 那就是汽车的地方 这个地方距离王迪最后的联系人之一 伯某的住所太近了 而王迪送他回家时 伯某是否下车 仍然被警方所怀疑 任何的可疑点都不能放过 警方开始围绕博某 展开了新业轮的调查 经过调查 博某的嫌疑进一步被扩大 原来 博某有主博的恶习 他出身在比较好的家庭 整天沉浸在赌博之中 调查结果显示 博某目前负债超百万元 最近 债务人员余履上门讨债 无法还钱的博某 只能躲起来 不敢轻易露面 此外 在侦察中 还发现 博某因欠下赌债 还与他人共同导演了一出闹剧 而勒索的对象 正是其亲生父亲 当博某拿到父亲 好不容易凑到的 97万元现金后 他不再隐瞒自己 被绑架的事实 直接告诉父亲 这笔钱 本来就是他想要的 这样一个为了赌债 不惜敲诈自己父亲的赌徒 他会为了潜艇而走险 伤害自己最好的朋友吗 调查人员不禁倒吸了一口冷气 显而易见 王迪的密友伯某有严重的嫌疑 但在目前的情况下 警方除了合理的怀疑之外 没有任何证据能够证明这样的猜想 更何况 王迪失踪已经一个多月了 人可能已经被杀了 就算是被绑架了 可这么久过去了 却没有任何的消息 为了能够查清案件 警方不得不选择新的思维方式 侦察人员找到王迪的父亲 王凤杰 希望他配合警方设下谜局 引蛇出洞 让嫌疑人自己跳出来 王凤杰对此自然是非常的支持 当他得知 最有可能的嫌疑人 是儿子最好的朋友之一 伯某时 他不禁感到非常惊讶 想到这位伯某 自从儿子失踪后 遇到问题 他总能随叫随到 那副真切紧张 自己儿子去向的神情 让王凤杰实在是无法想象 如果真的是他 那他心里到底是个什么样的魔鬼 怎么可以如此残忍地 杀害自己的朋友呢 还在朋友家里 装作什么都没发生过一样 关心他的家人 为了解开这些谜团 王凤杰积极配合警方 开始设陷阱 抓捕犯罪分子 按照警方的计划 王凤杰开始联系伯某 多次在他面前表示 希望他能帮他找到王迪的下落 并且承诺他 无论付出多大的代价 他都愿意 这一招恰好扎在了伯某的心里 在此期间 伯某变得非常活跃 多次主动拜访王凤杰 谈论寻找王迪的事情 时间就这样过去了 尽管伯某非常积极 但直到同年12月9日 才采取了进一步的行动 这一天 伯某主动接近王凤杰 想跟他聊聊寻找王迪的事 于是二人就来到了王家 伯某东拉西扯了整整一夜 话题总是聊那些旧事 完全没有建设性的意见 当晚十点左右 伯某见王凤杰没了兴趣 电话一直响 就离开了 王凤杰也跟着他 送他到楼下 然而 伯某出门后假装看手机 故意落在了王凤杰的身后 当王凤杰下楼梯到一半的时候 伯某却突然指着门口说 哎 叔叔 一看这是什么 文言 王凤杰赶紧上签查看 门上的对联里贴着一封用A4纸折叠起来的信 他抓紧信封上边写着几个大字 王迪父亲亲起 看到这一幕 王凤杰又惊又恨 赶紧送伯某回家 他回家小心翼翼地打开信封 这确实是一封敲诈信 根据信中的内容说 王迪还活着 并且掌握在对方的手中 只要王家给出一百六十万 他就能把儿子找回来 王凤杰不仅产生了一丝幻想 不过 他并没有忘记跟警方的约定 很快 警方也参与到了这封信的研究中 这封信的字体显然是故意的 每个字都笔直而坚定 就像是用尺子或者其他的工具画出来的一样 从笔记中无法判断出是谁写的 除了勒索和威胁之外 信中最可疑的部分 是明确要求王迪的薄姓朋友 驾驶自己的皮卡车单独运送书金 很显然 这起案件与伯某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于是 警方指示王凤杰继续跟犯罪嫌疑人周旋 假装着急筹钱 到处借钱 准备了一百六十万输金 为了取得伯某的信任 他甚至给父亲开了欠条 同时 警方也在紧锣密鼓地调查 虽然纸条看不懂 但写这样一封勒索信 肯定很费时间 而伯某的近期行踪 就成为了关键 很快 侦查人员找到了伯某写勒索信的酒店 在酒店的监控中可以看到 伯某曾向前台服务员建了一管浇水 然后回到房间 一个小时后 又将浇水归还给前台 然后离开 在酒店的周边 警方对伯某使用的A4纸来源进行了深入调查 最终找到了伯某在小卖部购买纸张的证据 因为当时伯某花了一块钱 却只需要一张杯四纸 店主非常惊讶 所以印象很深刻 在警方提供的多张肖像中 老板一眼就认出了伯某 伯某的敲诈意图已经非常明显了 鉴于证据确凿 警方决定正式逮捕他 2017年12月 侦察人员在现场多日的潜伏 终于在一个加油站内将伯某抓获 被捕之后 伯某仍然表现得很狡猾 拒不承认自己跟这起事件有任何的关系 直到伴来人员把证据都摆在他面前 他才不得不承认 然而 当调查人员继续追问王迪的行踪时 伯某却一再拒绝承认自己与此事有任何的关系 他只说是想借此敲诈一笔 拿到这160万元还清赌债 在警方的连番逼问之下 伯某终于放弃了挣扎 承认自己杀害了好友王迪 很快 在伯某的指认下 警方在郊外的树林里 找到了失踪一个多月的王迪的尸体 这起离奇的谋杀汉就此结束 但是王迪为何被杀 却成为了一个未解之谜 根据伯某供述 当晚王迪和自己独处时 伯某开始向王迪要之前借给他的30万元人民币 可王迪却拒绝归还 伯某不断地辱骂王迪 于是两人展开了激烈的争吵 王迪趁机打了伯某一巴掌 于是争吵又发展成了打斗 坐在车后座上的博某 显然占据了优势 很快 他用铁丝勒住了王迪的脖子 将他勒死在车内 并擦掉所有的痕迹 汽车扔掉了尸体 当警察询问这30万元是怎么回事时 博某声抽 这是从父亲那里勒索97万元的一部分 由于两人亲如兄弟 所以当时根本没有任何书面证据 证明借钱给了王迪 但是根据王迪的另外一位朋友 小刘说 这件事绝对不可能 王迪平时根本没什么坏习惯 他唯一的爱好就是打游戏 所以他根本不需要这30万元 相反 博某却很奢侈 当他拿到97万元的时候 他买车的花费就超过了50万 说给王迪30万是根本不可能的 结合博某平时的表现 小刘的说法基本可信 不过当时的车上只有王迪和博某 无法查明是什么原因引发了冲突 仅仅博某的话不足以将此事与债务纠纷联系起来 另一方面 警方发现博某使用的凶器根本不是普通的钢丝 而是经过精心加工的 两端还做了胶带 方便抓握 携带这个显然是有预谋的 件事情不对 博某不得不承认啊 刚晚他打算绑架王迪 并向王凤杰索要钱财的真相 据博某称 他原本的计划包括了王迪的死 因为他知道 王迪是不会同意他的计划 不会配合他的阴谋的 所以他必须下狠手 因此 当王迪送他到门口时 博某借口自己没带烟 要求王迪带他去买烟 这也是王迪多次驾车 在监控中四处走动的原因 期间发生的事情已经无从考证 但当车停下来时 博某拿出早就准备好的钢丝 从后边勒住了王迪 直至把王迪勒死 然后毁尸灭迹 最可怕的 不只是最亲密的朋友 为钱谋害自己 而且在警方屡次调查中 博某都会按要求出现 并且没有丝毫的慌张 即便是重返杀害好友的现场 也能表现得淡定自若 这样的朋友 让很多人都心寒 王家人永远不会原谅他 每个人的一生 都会犯很多的错误 如果有人能够及时纠正 引导他们走上正路 那么人性中原本的善良 就会被激发出来 我们身边的恶事 也会减少很多 第二个案件 大院里消失的女人 2018年9月24日 上午10点左右 一个8岁的小男孩 神色紧张地走进 雅安市公安局 与城区分区派出所 见到值班民警 男孩立刻哭了出来 说自己的母亲 在深夜十分外出 一直到现在都没回来 民警第一时间安抚了男孩 并且了解到 男孩的父亲 常年在西藏打工 家里还有一个16岁的哥哥 因为小儿麻痹 落下了残疾 生活完全不能自理 需要有人照顾 所以母亲不管多晚 都一定会回家照顾两个孩子 但这一天的母亲 却非常反常 深夜出去后 彻夜未归 电话也关机了 小儿子小浩担心母亲 这才来到公安局报案 警方调取了23日晚上 张家梅家父亲 所有的天网监控 发现她明显打扮过 光线亮丽地出门后 就坐上了一辆出租车 一直到张家山路 90号大院下车 随后就禁止走了进去 更诡异的是 警方反复查看监控 却没有见到张家梅 从小区出来 张家梅最后一次 在监控视频中出现 是23号晚上的11点 视频中的张家梅 下车后没有丝毫犹豫 轻车熟路地走进了大院 正是这个动作 让警方推测 在大院里 应该有张家梅认识的人 找到这个人 或许就能解开 张家梅的失踪之谜了 但是 这个大院的情况非常复杂 门口就是一条街道 背靠一座山 没有任何的出路 想要离开大院 只能从这唯一的大门出去 如果张家梅从90号大院离开 一定会被大院路口的监控视频拍到 但实际上 张家梅凌晨进入大院后 并没有再次出来 张家梅的小儿子小浩说 为了照顾不能自理的哥哥 不管在外边忙到多晚 母亲张家梅都会回家 但这一天 张家梅不仅没有回家 甚至连手机都关机了 警方怀疑张家梅可能遭遇到伤害了 严重点的话 很可能遭遇生命的威胁 现在的当务之急 是要弄清楚张家梅到大院里 究竟是要见什么人 而这个人 才是找到张家梅的关键 甚至可以说 这个人和张家梅的失踪之间 多少有些联系 大院也不是正规小区 而是由密集的农村自检房组成 几乎每栋都高五六层 主要用途是租给外来人员 大院里也没有安装摄像头 属于监控盲区 因此 想在这个大院里 找到张家梅当晚遥见的人 无异于大海捞针 难度非常大 不过在查看大院门口 道路的监控时 警方却发现了一个 行踪可疑的人 这是一个下楼扔拉机的男人 不过出现在监控视频中的时间 是凌晨四点多 谁会在下雨的凌晨四点钟 出来扔垃圾呢 男子走到垃圾桶 将垃圾扔了出去后 就开始沿街一直走 一直走到半个小时后 他再次回到了大院 这名在雨夜凌晨扔垃圾的男子 引起了警察的注意 警方再次反复查看了凌晨时分段的监控 发现就在张家梅进入大院后不久 这个男子在十二点多就出来过一次 通过对沿街天网进行调查发现 男子出了大院后 一直在沿街走 只要看到一个亮着灯的商铺 就会进去 好像在找什么东西 一直到半个小时后 他空手而归 又到了凌晨两点钟 男子又出了大院 一路沿街走到了枪江南路 来到唯一一家还在营业的面馆里坐了下来 视频里 男子一直在玩着手机 老板端上的面和小吃 他几乎都没动过筷子 就放在桌子上 过了一会儿 他就回到大院了 按照常理来说 一个人在凌晨两点出来吃面 肯定是鸡肠鹿鹿 饿得不行了 但实际上 男子却没动几筷子 就把面放在了桌子上 看那样子也并不是很饿 如此矛盾的一个男人 会不会身上有什么秘密呢 张家梅进入九十号大院后 就好似人间蒸发一般消失了 但这名男子一晚上却不消停 三进三出十分忙碌 警方敏锐的嗅觉神经 立刻注意到 这名男子肯定跟张家梅的失踪 有很多的关系 因为张家梅的丈夫常年在西藏 家里只有两个孩子 身为母亲的张家梅 也不太可能把自己的朋友圈 介绍给儿子们认识 所以 想要找到张家梅 和这个三进三出男人之间的关系 还要警方寻找相关的证据 警方在调取二十三十白天的监控视频时发现 张家梅在当天上午十一点多 就已经去过一次九十号大院了 当时张家梅乘坐一辆三轮车来到了九十号大院 下车以后就走向了路边的一名白衣男子 接着两个人一起进入了九十号大院 警方经过图像样貌对底分析 确定这个男人就是凌晨时分三进三出的那个可疑男子 这样看来 这个男人和张家梅的失踪 或许存在着某种不为人知的联系 言下的当务之急 就是确定男子的身份 警方重点排查张家梅的交友圈 发现他最近在手机的微信上 结识了一位网友 两人联系非常频繁 经过技术追踪 警方确定这位网友 名叫赵新 十年二十九岁 而赵新户籍资料上的照片 和张家梅见的那名白衣男子 正是同一个人 那么赵新到底是一个怎样的人呢 在走访过程中 警察发现大家对赵新的评价还都算不错 说他是个孝顺父母的好孩子 也对女朋友很好 很会照顾人 赵新是个老实人 平时也不太爱说话 遇见街坊邻居都只是笑笑打个招呼 也没跟谁发生过冲突 就在警方将赵新锁定为可疑人员时 负责查看天网监控寻找嫌疑人的警察发现 赵新在事发后的第二天 也就是25日和女朋友一起离开了雅安 趁着这个机会 警察决定来到赵新的住所一探究竟 推开房门 警察四下黄顾 这是一个典型的独居男人住房 稍微有些凌乱 东西也是随意摆放 就连床上的被褥也没有丝毫整理的迹象 警察猜测 赵家梅当晚到了大院之后 是静止进入了大院 应该是直接找到了赵新家里 那么赵新的家中应该留有张家梅的一些痕迹 可赵新的家看起来并没有什么异常 好像张家梅根本没有来过一样 警察在赵新家也没有闻到血腥味 更没有尸体的腐臭味 难道张家梅的失踪跟赵新真的没有关系吗 就在大家感觉到疑惑时 一名细心的警员发现 在赵新里间卧室的床边 有几滴非常不起眼的血迹 赵新的床非常凌乱 床头柜上摆满了各种线 还有一些小物品 为了不惊动嫌疑人 警方在搜索时需要格外的小心 尽量不破坏室内原来的摆放 警察看见床头柜上有一部手机 就觉得很奇怪 赵新跟女朋友去了外地 怎么可能不带手机呢 这时大家有了一个猜测 果然 在技术人员的帮助下 警察打开了手机 发现这部手机属于失踪者张家梅 离奇失踪的张家梅 遗弃在赵新卧室的手机 床边的点滴鲜血 这种种证据似乎都在指向一个答案 张家梅极有可能已经遇害了 如果当晚张家梅真的遭遇不测 那么赵新当晚的反常举动就好解释多了 但生要见人 死要见尸 张家梅会被赵新藏在哪里呢 90号大院虽然都是农村自建房 但出口只有一个 小区的后边是一座山 没有任何出去的路 既然张家梅不在赵新家里 那就只剩下两种可能 要么是赵新已经将张家梅从小区带了出去 要么就是藏在了后山 警方回想起来 监控视频显示 案发当晚 赵新三进三出当中的一次 曾经是出来扔垃圾的 难道那个垃圾袋里藏着罪恶的秘密吗 警察反反复复观看那一段视频 估算了垃圾袋的大小和重量 觉得这应该不是赵新在运送尸块 这样看来 张家梅就只有可能被赵新藏在了后山 为了找到证据 警察带领警犬开始搜山 但警犬在山上转来转去 嗅觉灵敏的他们也无法判断出尸体的具体位置 因为就在张家梅失踪的那天凌晨 雅安下起了小雨 稀稀利利的雨水冲刷了味道 让张家梅的气味变得非常弱 正因如此 警犬才嗅不出来 警察通过侦查发现 赵新返回雅安之后 一直没有回家 而是一直待在一家网吧里 整个人黑白颠倒 精神萎靡 似乎遇到了烦心的事 虽然目前没有新的线索 但种种证据表明 赵新具有重大作案嫌疑 在经过上级领导批示后 警方决定 被赵新实时抓捕 抓捕现场非常顺利 赵新见到身穿制服的警察时 没有任何的反抗 反而说 你们终于来了 办案民警对赵新最大的印象 就是这个人被捕时 表现出来的不是绝望 而是一种 我终于被抓来的轻松感 尤其是在审讯过程中 赵新十分配合警方的工作 主动交代犯罪事实 没有任何遮遮掩掩 和赵新的对话 让警察也觉得赵新这个人 十分好相处 看上去不像是那种凶恶之人 而是一个非常随和的人 加上外围调查时 从街坊邻居那里得到的口供 都在说赵新是一个 遵纪守法的好公民 警方不由得有些疑惑 那天凌晨到底发生了什么 为什么老实人赵新 会对张家梅痛下杀手呢 这一天 心情烦闷的赵新 打开了手机微信 随机添加微信好友 想随便找个人聊聊 来打发时间 就在前几天 赵新跟女朋友吵架了 女方还提出了分手 这让赵新的心理非常难过 交往这么久以来 他一直对女朋友百依百顺 想方设法疼爱女朋友 却没想到两个人 都到了谈婚论嫁的时候 他还是一不满意就大吵大闹 每次吵架都会以分手来要挟 赵新虽然很喜欢他的女朋友 但想到以后结婚了 要和一个总跟自己吵架的女人过一辈子 他就有点发怵 正在赵新发呆的时候 手机来了一条信息 点开一看 是个女人通过了他的好友申请 赵新点开这个人的朋友圈发现 这个女人已经是两个孩子的母亲 大儿子已经十几岁了 本来他不想跟这位中年大妈聊很多 没想到对方竟然主动跟赵新聊天 百无聊赖的赵新也就顺势聊了起来 虽然两人并不认识 但似乎有非常多的共同话题 尤其是提到赵新的感情生活 这位张大姐总能安慰赵新 还给赵新出主意 让她该分手就分手 再找个脾气好的新女朋友 张大姐的话 让赵新感觉到心中有了敌 连不知道怎么处理的感情事 也有了张大姐的出谋画策 两个人越聊越投机 互相知道的情况也就越来越多 这一天 赵新突然提出要跟张大姐见见面 她想让热心肠的张大姐 给自己介绍个女朋友 张家梅欣然同意了 当天中午就坐了一辆三轮车 来到了赵新住的大院 可赵新没想到 微信里的知心大姐 到了现实中 却是个爱占小便宜的人 张家梅直接提出 想要我借上女朋友可以 但必须给我一点好处 赵新觉得张家梅说得在理 毕竟撮合两个人处对象也是好事 应该请没人吃吃饭 可张家梅偏偏偏不是一顿饭就能打发的 她张嘴就要赵新给自己买瓶香水 还不能是几十块钱的小牌子 指明要了一款 赵新虽然是个男人 但也听女朋友提起过口红香水之类的化妆品 当听到张大姐要的这个牌子后 她也就估摸出了价格 如果赵新有钱 那这瓶香水确实不算什么 但介绍对象这事 八字还没一提 张大姐张吼就要这么贵的香水 这让赵新的心中很不舒服 当然最重要的一点 微信上聊天的时候 赵新一直把张大姐当成自己的知心大姐 没想到这位热心肠的大姐 这么积极见上女朋友 竟然是有目的的 想到这儿 赵新就让张大姐先回去 自己好好考虑一下 等晚上再来找她 时间很快就过去了 转眼间来到了晚上 赵新在街边吃了烧烤以后 已经晚上十点了 此时的赵新突然想起了跟张大姐的约定 便拿出手机让张家梅过来 张家梅到的时候已经是晚上十一点多了 她敲开了赵新家的房门 没想到张家梅刚刚坐下 两个人都没有开口说话 张家梅首先就问 我的香水呢 其实此时的赵新并不富裕 在外边还欠了不少的网贷 经济上十分困难 她真的已经没有能力拿出多余的钱 给张大姐买香水了 于是赵新找了的理由准备搪塞过去 她一边说话一边陪着笑脸 尽量哄着张家梅 可没想到张家梅却不愿意了 脸上立刻就拉了下来 全都是鄙夷之情 责怪赵新大晚上把她骗了过来 说完就准备穿鞋要走 但此时此刻她也不知为何会如此生气 也许是看赵新性格软弱 她就一边穿鞋一边继续骂骂咧咧 最后连脏话都骂上了 张家梅的话深深伤害了赵新的自尊心 她实在忍受不住张家梅歹毒的咒骂 一时间头脑发昏 手也不受控制了 顺手捡起墙根的砖头 将半弯着腰穿鞋的张家梅 一下子打倒在地 随后 急眼来的赵新又用砖头继续打了两下 此时张家梅惊恐地瞪着双眼 一双手不停地抓着 双手也在拼命地蹬着 但她丝毫不是赵新的对手 当赵新下意识反应过来的时候 张家梅早已没有了呼吸 她立马瘫软在地上 而此时赵新才意识到 她杀人了 惊恐之余 赵新赶紧跑出去买口袋 希望将张家梅装起来藏尸 后来感觉自己没力气 又想吃点东西 继续搬尸体 这也就是她为什么会三进三出的原因啊 在赵新的指认下 警方很快就找到了张家梅的尸体 而赵新也会因为自己的意识冲动 付出惨痛的代价 两个人看似在微信上聊得火热 而实际上却没有任何的感情基础 因此 发生矛盾时原本就不稳定的感情 一下子就会分崩离析 这个案件也告诉我们 网上交友有风险 见面需谨慎 感谢观看